SPA 我覺得其實就是因為 就像剛剛講的就是 我其實 我是先接觸遊戲 然後再回去漫畫 所以我覺得其實 也是因為就是在玩這遊戲的時候 畫面上面啊 然後這些就是 特效上面就是 讓我覺得就是 欸很酷 然後這樣那個劇情其實 你就會跟著那個劇情走 越來越對這個作品很有興趣 然後你甚至回去看他的漫畫 比如說你泡女孩子啊 剛開始認識的時候你可能會比較純情一點 比較害羞 那個比較少 因為我這個人比較直接 然後就是 我覺得怎麼樣我就會講出來我的感受 所以比較不是那樣的方式在泡妞 所以有點像是 那愛情片 就是有點像你要 另外演另外一個角色在談戀愛的感覺 所以 我不知道我看我那個臉我自己有點害羞 所以你不會有 就是哪一個對你來講 是比較深刻的 你說那三部嗎 對 然後還有你自己本身 我自己覺得 最好玩是見到啦 我自己覺得最好玩是見到 因為就是那個是也是 因為你要穿那個衣服嘛 然後其實在裡面其實有一點點悶 對可是 因為它很重 然後你要移動這樣 其實感覺蠻特別的 對 那親情的部分呢 有比較印象深刻的長官 那老爸長得超帥的 你不覺得嗎 他就是一個 帥老爸 那最近前陣子啊 就是有被誤會抄襲的事情 可以再幫我們澄清一下嗎 那個其實就是 因為 像我們有時候都會在網路上買一些菜幣 那它就是有 有些就是 它其實買它是有版權的 但事實上呢 它有不同等級的版權 對所以 其實我當初買的時候 並沒有真的要完全用 因為我自己想要加一些細節進去 所以它的確就是 我就有改一些小東西啦 對 那其實那個東西其實很單純 那就是有人跟我買到一樣的菜幣 對 接下來有一些什麼樣新的規劃嗎 是不是有演唱會 好像讓粉絲蠻期待的 對我 之前一直有在問演唱會的時間 然後今天終於可以公佈了 我們是在八月的時候 會在小巨蛋開演唱會 對對對 然後 對 有點緊張 是只有一場嗎 一場還是會再加開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看 因為如果就是 如果有人想看 我們就多開幾場 家賓有想到會找誰嗎 頑童可能一定要凹一下吧 有凹的是嗎 頑童要凹的 對那 兩位大哥的話可能要用櫃的 對 所以 就 我就是 因為我自己的歌量可能 我怕有點 沒那麼多 對 就是我怕就是 我自己撐整個秀 我現在還一直在寫歌 我現在還一直不斷在寫歌 因為我就是希望 要湊新歌出來這樣子 對 那如果說 欸如果時間真的不夠長 我怕到時候有人買票會生氣 所以我就必須要把頑童也凹進來 聽我一下 幫我再充個時間這樣 對